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争议节目 今天 我们将深入探讨一起令人震惊的事件 石家庄的民宿暗藏摄像头事件 日前知名博主影子不会说谎 揭露了在当地两家民宿中发现隐藏摄像头的惊人真相 甚至在拆除过程中遭到围堵和恐吓 令人瞠目结舌 随后 警方迅速介入 抓捕了三名嫌疑人 并对围堵博主的行为进行了治安处罚 然而 事件背后隐藏的偷拍黑色产业链却更加让人不安 前民宿老板爆料 许多看似正常的民宿业主 其实是偷拍行业的关键一环 透过安装针孔摄像头来牟利 甚至日收入可达五位数 在过去几年中 类似的偷拍事件屡见不显 从情侣入住酒店到单身女性遭受威胁 这些行为的恶劣影响不容小觑 未来我们将一一揭露这些黑暗角落 让大家看清这个行业的真实面貌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9月24日 一个名为影子不会说谎的博主 发布了一则令人震惊的消息 他声称在河北石家庄的华强广场的两家酒店民宿里 发现了隐藏的摄像头 随即 博主和视频团队成员在拆除摄像头的过程中 遭到民宿老板及其同伙的围堵与恐吓 尽管报警 但民警迟迟未到 团队成员中甚至有人被打 事件发生后 该博主在微博上公开发表声明 对石家庄人民表示歉意 并愿意为石家庄免费拍摄文旅宣传视频 以补偿他们的形象损失 这则消息在网络上引起了广泛关注和讨论 次日 河北石家庄市公安局新华分局发布了警情通报 称已经抓获了三名安装针孔摄像头的犯罪嫌疑人 并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 据警方通报 这三人与民宿业主并不相识 然而 对于围堵和阻拦博主离开的三名行为人 警方仅予以治安处罚 这一结果引发了公众的强烈不满 许多人质疑警方的处理方式是否公正 在上游新闻的一篇报道中提到 这并不是第一次发生酒店暗藏摄像头的事件 近年来 类似的偷拍事件屡见不鲜 2021年9月 河南州口一对情侣在酒店发现摄像头 索赔3万元却只得到了1万元的补偿 2021年12月 江苏常州警方破获了一条偷拍产业链 抓获了37名嫌疑人 2022年1月 浙江湖州警方在一间酒店房间里 发现了摄像头 抓获了7名犯罪嫌疑人 这些事件显示出 偷拍现象在全国范围内 已经形成了一条黑色产业链 涉及的范围广泛 影响极其恶劣 酒派财经进一步揭露了偷拍黑色产业链的内幕 据前民宿老板小娜化名透露 早在2017年 她的同行们就已经在装修毛坯房时 主动安装摄像头并进行直播 她指出 许多民宿老板并不靠房费盈利 而是通过售卖偷拍视频和直播观看权来获取高额利润 一些民宿老板每天的收入竟然可以达到五位数 这些人通常有一个庞大的团队形成了成熟的产业链 从提供视频到网络售卖 环环相扣 小娜表示 这些民宿老板通常会在营业一年后 将民宿低价转让给外行 原民宿房间内的摄像头依然可以继续拍摄牟利 这样 即使摄像头被发现 也与他们无关 他们会在下一个城市继续开店 进行新一轮的偷拍与牟利 这种行为不仅侵害了住客的隐私权 还对整个民宿行业的声誉造成了严重损害 这些偷拍团队的暴力获利模式令人瞠目结舌 有媒体曾报道 偷拍者通常会将偷录的视频 在网络群聊上进行售卖 并发展不同的代理下线 进行多层级的售卖 一条偷拍视频在经过多级售卖后 其价格往往已经翻了几倍 警方曾侦查过一对偷拍团伙 发现处于售卖网络上层的人员 在短短一两个月内便能非法获利八万余元 在媒体曝光和警方侦查的双重压力下 偷拍黑色产业链的猖獗程度逐渐浮出水面 尽管如此 如何根治这一现象 仍然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民宿行业的监管力度亟待加强 公众的隐私权需要得到更有效的保护 对于像影子不会说谎这样的勇敢揭露者 我们不仅要给予他们应有的支持和理解 更要通过法律手段打击偷拍行为 净化社会环境 在这一系列事件中 不仅暴露了民宿行业的乱象 还反映出社会对隐私权保护的漠视 在这场博弈中 受害者往往处于弱势地位 他们的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障 通过这些案例我们可以看到 偷拍已经不仅仅是个别人的违法行为 而是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利益链条 涉及到多个环节和参与者 因此打击偷拍行为不仅需要法律的介入 还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在公众的强烈关注和媒体的持续报道下 相信有关部门会采取更有效的措施 打击偷拍黑色产业链 保护公众的隐私权 只有这样才能让民宿行业回归正轨 让每一个入住的客人都能安心 放心地享受他们的旅程 石家庄事件的教训提醒我们 隐私权保护任重道远 每一个人都应该有意识地保护自己的隐私 共同抵制偷拍行为 为营造一个更加安全 诚信的社会环境贡献自己的力量 石家庄民宿暗藏针孔摄像头一试 仿佛一出荒唐的黑色喜剧 继续在舆论场上发酵 故事的主角 博主影子不会说谎 发布了一份堪称史诗级的公开道歉声明 称愿意为石家庄免费拍摄文旅宣传视频 以此补偿石家庄人民并公开致歉 50余人的团队齐声道歉 画面大有道歉大合唱的急事感 网友们无不惊讶 到底是谁在破坏石家庄的形象 是谁在这出戏中扮演了反派角色 一切要从地球最平凡的一个日子说起 9月25日 影子不会说谎 博主在社交媒体上爆料 石家庄某民宿居然藏有真恐摄像头 这个惊天大秘密吓得不少人立刻扔掉了手机 怀疑起自己是不是已经成为了免费演员 博主的曝光无疑是一次正义的行动 然而戏剧性的反转来了 博主反而被围堵恐吓 甚至被人给汽车放弃 这种你以为你在看电影 其实你在电影里的荒诞情节 让人直呼活久见 博主最终被迫道歉 似乎背后有一股无形的压力在推动 据集目新闻报道 博主在道歉声明中提到 十一黄金周在即 他们的曝光可能会让石家庄的酒店 和民宿行业面临空前惨烈的客流量下降 博主和团队的五十余人 显然肩负了拯救城市形象的重任 然而 这篇道歉声明引发了广泛的质疑 难道曝光违法行为 反而成了破坏城市形象的罪人 更让人气愤的是 涉事民宿的老板不仅没有道歉 还组织了大量人员围堵博主 气焰嚣张的仿佛在演绎黑帮电影的桥段 最后 尽管他们这种法外狂徒的行为 只是受到了治安处罚 相关部门也没有对轻纵的质疑做出回应 这让人不禁质问 到底是谁在破坏城市形象 网友们纷纷表示 这不仅仅是石家庄的问题 许多地方的酒店和民宿行业 也存在类似的安全隐患 就连包头的一家朗德酒店也被网友曝光藏有摄像头 报警之后 涉事酒店只愿意提供几张贷金券作为赔礼 更离谱的是 酒店员工竟然以肖像权名誉权被侵犯为由 把爆料的网友告上了法庭 看着这些剧情 你会觉得比任何悬疑大片还要惊悚 其实 旅店行业的偷拍问题由来已久 一些不良从业人员为了牟利 主动在房间里安装摄像头 成为了偷拍黑产的一部分 广东早在年初就发布了旅馆业治安管理规定修订草案 征求意见稿 强调旅馆经营者应定期检查客房 确保未被安装偷窥偷拍设备 有网友建议 具体操作上可以要求旅馆配备红外线检测仪等设备 监管部门定期巡视检查 一旦发现摄像头经营者要证明自己尽到了检查义务 否则不仅要承担民事赔偿 还要追究刑责 这无疑是一个好办法 但回到石家庄的这场风波 网友们之所以迟迟不能释怀 根本原因在于民宿安全谁来保障 如果像影子不会说谎这样的专业检测团队 遭受唯独恐吓后讨不到公道 还要承担破坏城市形象的罪名 那么以后谁还敢揭露这种黑幕 解决问题的方法其实很简单 那就是对症下药 博主不是破坏城市形象的始作俑者 他的道歉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相关部门应该彻查利益链条 详细调查涉事酒店和民宿业主的牵涉程度 对其野蛮行径进行严肃追责 并在全市范围内对酒店民宿行业 进行全面排查整改 以严谨公正的执法行动 向外界展示对偷拍行为的零容忍态度 重塑游客的安全感 然而博主的道歉声明被公开后 涉事民宿的老板依然没有道歉 反而让博主继续遭受污蔑和诽谤 相关视频还被屏蔽下架 这不仅让石家庄的形象雪上加霜 还让更多人对酒店民宿行业感到不安 事实上 酒店和民宿对偷拍行为的漫不经心 才是让旅客隐私安全 无法得到保障的根本原因 网友们的建议也颇具建设性 监管部门因加强对酒店和民宿行业的监管 厘清经营者在偷拍事件中的责任 设立终身进入黑名单制度 对参与偷拍的从业者采取严厉措施 从源头上勒住不良从业人员的黑手 不再把防范责任转嫁给旅客 否则等到事情闹大了 才想起城市形象和从业人员的饭碗 那就为时已晚 总的来说 石家庄的这场风波 不仅暴露了民宿行业的安全隐患 也揭示了监管部门的薄弱环节 我们不能让博主的道歉成为一场徒劳的表演 而应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还旅客一个安全的住宿环境 否则 类似的事情还会一再上演 成为城市形象和行业信任的巨大阴影 希望这次风波能引起更多关注 让有关方面警觉 真正采取行动 遏制偷拍黑产 还公众一个安心的旅行环境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各位看官 今天我们讨论的是民宿摄像头事件 首先我要为博主的行动点赞 他揭露了隐藏在我们身边的偷拍黑色产业链 你知道吗 根据2021年的数据 江苏常州警方就曾打掉一个非法安装和售卖摄像头的团伙 涉案金额高达20万余元 博主的曝光不仅让我们对这种违法行为有所警惕 更有助于打击这样的黑产 难道他不应该被视为正义的化身吗 哎呀 楚天书 别急着当正义使者呀 你看看这博主的道歉 搞得好像是他自己犯了罪一样 他说要为石家庄拍文旅宣传视频来补偿 是啥意思 难道是要补偿那些被曝光的偷拍者吗 而且你注意到没有 那些围堵博主的民宿业主至今也莫道歉 公安局的通报也只是草草了事 你可知道这些业主才是破坏城市形象的元凶啊 谢奇奇 你这是在混淆视听啊 博主的道歉是出于善意 为了不让整个城市的形象受到拖累 你知道吗 根据2022年的数据 浙江湖州警方曾经查获了一个偷拍团伙 他们不仅在酒店房间内安装摄像头 还将录制的视频上传至摄谎网站 这种行为的影响多么恶劣 博主的行动让更多人了解到这些黑幕 难道你不觉得他是英雄吗 楚天书 你还真是个正义使者啊 但你忘了 这个博主的曝光行为 也可能会让石家庄的旅游业受到重创 十一黄金周要来了 谁还敢去那里住酒店 根据每日经济新闻的报道 这些偷拍行为经常发生在一些低价高值的民宿 这些民宿往往是吸引游客的亮点 你这么一曝光 大家都不敢住了 这样搞下去 石家庄的经济不就完蛋了吗 谢奇奇 你这是在为不法分子开脱吗 你说的经济问题的确需要考量 但更重要的是居民和游客的安全感和隐私权 你知道吗 根据2017年的数据 有些民宿在装修毛坯房时就已经安装了多达三到五个摄像头 并同步云端进行直播 这些行为严重侵犯了个人隐私 博主的行动是为了让更多人免受其害 我们应该支持他还是纵容这些不法行为呢 楚天说你这光凭数据来讲道理可真是数据之上啊 但现实是这些曝光行为可能会让无辜的民宿业者受害 毕竟不是所有的民宿都安装了偷拍设备 你知道吗 在2023年10月 南宁一对情侣投诉 他们住了一年的酒店发现偷拍摄像头 但酒店方面表示酒店方也是受害者并已报警 如果博主的曝光搞得大家草木皆兵 这对那些守法经营的业者公平吗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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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